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他们就开始打起来 打了大概有五到十分钟吧 到底是为何让他们不顾形象开打 就是这瞬间 他有一点差转到他 外送原机车骑向带转区 一个不小心 两人从四目相对变成对峙 即便陆续出现其他歧视 但行人还是走上前 以正比手画脚再一把推向对方 推倒机车双方当街又踢又踹 不飞倒他是骑在机车道上 那行人没有走在斑马线 冲突地点位于台中市区三名路上 终有百货对面 23号中午两名男子火气都很大 警方说已经影响到其他用路人 要介入侦办 连同外送公司也开始追究外送员行为 忍不住一时冲动 最严重还会被借出合作 三立新闻陈炳豪李建英台中报导